现在我示范怎样使用神的恩典 来鼓励人去信靠神 亲近神 祷告 尊重神 施工神 首先我说这个错误的方法 或者是应该说 就是没有恩典这种方法 就会说你要信靠神 你不信靠神 神不会帮助你的 你要亲近神 你不亲近神 神就不能来到你身上 你要祷告 你用很多时间祷告 你要尊重神 你要不要犯罪 你要侍奉神 否则你要空手见主命 这些都是没有错的 这是圣经的吩咐 重点是圣经有告诉我们 很多原因我们去做 很多神的应许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同在帮助我们 好了 我现在示范一下 怎样帮助人信靠神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首先可以有一个对比 有些时候对比的时候 人更能明白的 有些时候你信任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很可信的 他什么事情都帮助我的 每一次都帮助我的 所以我凡事都信任他 但可能有一天 你非常信任他 但可能他就是 有些时候他不是故意的 这是他做 做不到 他应许你 我来接你 然后有交通意外 他不能来的 所以人有些时候 他想帮助 但做不到 我们信任他的时候 可能就会影响 这个事情了 有些时候是他 背叛朋友 背叛朋友 所以就不能信靠了 但神是不同的 他首先是有无限的能力 他不会被交通意外影响 他不会被 战争影响 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影响他 而且他很有动力帮助我们 他永远想帮助我们 他有计划帮助我们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他必定帮助 信靠神 信尽神尊重全人 他必定帮助 必定提升的 所以神给我这句话 就是说神做事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因为神是可靠的 他不能背护自己 我们虽然是信 他还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护自己 他是可信的 所以我们回来 他必定生命 我们信靠神 他必定帮助我们 我们亲近神 他必定亲近我们 这个是神应许的 而且他是乐意去做 他有能力去做 而且他做的比我们要求的更多了 我们信靠他 求他帮助我们 他不但去帮助我们 他更新我们 他为我们开路 他寄给我们更多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这么美善 我就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因为他必定能够帮助 凡事帮助我 他也有能力凡事帮助我 所以我可以很放心地 信靠他 他必定做他所应许的事情 我就完全地放心了 好了 如何鼓励人去亲近神呢 这是我们可以说的 有些时候 人讲一个对比 有些时候人心情不好 今天不想跟你说话了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 买一个所谓 这个 器具 这个 印象的器具 然后 这个时候 我现在不卖了 不卖 我以为他是一个很情绪夸人 后来我上一次去 每一次去 他都很乐意帮助我 我没有问他 上一次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卖了 现在我不要来了 不要来了 我觉得很奇怪 这是 可能当天他被老婆骂了 可能当天他 失了很多钱了 可能他有很多事情 要 要处理了 他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但有些时候 人就是 就是他不想 亲近人 或者是他亲近人的时候 今天很多的怒气 很多的烦恼 但神不是这样的 他永远不会改变 他的平安喜乐 祝福人的心态 他永远在一种 祝福人的心态 他永远都是充满爱 充满怜悯 充满接纳 所以我们来到神那里 亲近他的手 我可以放心 我们真心的亲近他 他永远都是 接纳我们 他就 我藏在他里面 他必定藏在我里面 我就多接果子 他必定产生果哨 他必定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同在就带来果哨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亲近神 只要我们去真心的亲近神 必定能够 神必定能够来到我们身上 帮助我们 当然 另外一方面 讲到如何 因为有些人用 只是用一个 这个清单来祷告 神啊 我要钱 我要老婆 我要生儿子 我要一个职业 赚很多钱 都去清单的时候 有些时候 神不会按照我们需要的 不应我们 为什么呢 有些时候 神帮我们 操练 依靠神 也需要生命的操练 怎样面对困难 也依靠神 这个我也经历过很多次 但我继续相信 神必定帮助 神必定帮助的 很多人没有力量 是因为他们注目在 能不能够得到 他想要的 要得到他想要的 有些时候就会失望 但如果我们说 我就是要神的同在 安慰我 加力量给我 推动我 鼓励我 这样的话 神必定每一次 都必定做的 他必定来到我们身上 就改变我们 神的同在在哪里 哪里就有喜乐 哪里就有自由 哪里就有能力 就有帮助 这个我们就可以 放心的 亲亲他 你留意刚才我说的 不但是 我亲亲他 他必定帮助我 我讲了很多神的属性 这是他不会 亲看人的 他必定帮助 他也有能力帮助 他 他所做的 超越我们所想 所求的 为什么我能够说 这么多关于神的 属性和恩典呢 因为我 我常常思想神的 恩典 常常思想神在做什么 我想过呢 而且从我的经验 我怎样亲亲神神 怎样帮助我 我看到神是 常常的 帮助我的 常常 陪伴我的 常常加力量给我的 所以我知道 各方面神的帮助 我知道各方面 所以我能够随时 我能够随时讲出来 他的同在就带来一种平安 轻松的经历 好像在天堂一样 轻飘飘 没有烦恼 很轻松 很舒服 得安慰 得意志 都是神 因为神的同在 跟人的同在不同的 人的同在 这是好人 同在的时候 你会感受舒服 但这个舒服 是因为与他沟通 看到他的态度 舒服 但不会进入内心的 不会 里面就永出喜乐了 不会的 人的同在 不会带来这个祝福的 但神的同在会带来 所以神的同在 跟人的同在 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神的同在会带来 所有各方面的祝福 包括聚会 那时候我 我讲到的时候 这个聚会就出来了 这个意念就出来了 好像现在就 神就不定给我 这些意念 我就说出来了 这是神的同在 会带来很多 很多很多的福气 各方面的恩典 能力 细位 聪明度 来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就 知道 神里真美好了 好了 另外去祷告 我们怎样 鼓励人去祷告 神是圣经里面 在马拉基书 上下十六节 讲到什么呢 当敬会神的人 谈论 讨论神的事情的时候 谈论的时候 神就 刺耳而听 这个非常奇妙的一句 经文 神也是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祂也刺耳而听 我们亲近祂的时候 祂必定聆听 而且我们 为求以先 祂已经知道 为求以先 祂已经早有预备 很多的恩典 预备好 给我们的 祂早有预备 而且这个预备 是超乎 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没有想到 这些事情 我自己没有想到 神为我预备 这个道路 读神学 能够 读这么多书 学这么多的东西 见到世界上 不同的东西 都是 我没有祈求的 我就是 信了亚树就尊重神 很乐意传福音 神就为我预备 这么多的礼物 所以我们祷告 不一定想着 神给我多少了 神我要什么 有些人教导是这样的 你祷告 你要讲明 你要什么 他们会这样说的 你要一部缺 什么缺了 怎么大的 什么颜色的 真的有人在书里面写的 而且这个人是很出名的 他说你要说明 这个切有多大 做多少人的 什么颜色的 什么牌子的 然后神才会回应你 我就说 神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为什么你要告诉神呢 为什么 好像你 讲出来 神才会回应 其实神预备 是我们 原先未曾想到 我们没有想到的 神都为我们预备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继续 因为亲近神 因为亲近神 神就必定做功 亲近神 他必定做功 我爱神 神必定做功 我 尊重神 神必定做功 神已经为我预备 美好的恩典 这样的话 我知道 我们打告就可以开心了 这句话 包含 律法 我打了 就可以放心了 这个许能 是个恩典 推动我放心 这是有些人 祷告中说 你要放心 你要有信心 这是律法 但我说的方法 里面包含恩典 我可以放心 为什么放心呢 神早已知道 神早已预备 神已经有美好的恩典 为我预备 所以我可以放心 我可以静静松松的祷告 神必定不应 什么困难 就是有一天被逼迫 我也放心 因为神必定不应 神必定帮助我 就是被人打 不要紧 神陪伴我就可以了 而且神可以减少这个痛苦 或者是有一天打死了 去天堂 也没有问题 但这个过程 神都陪伴我 神给我这个信息 就是说 神必定陪伴 无论怎样困难 神都陪伴 所以我打告时就说 我知道神必定不应 所以我可以放心 好了 遵从神 神是跟从自己的法则的 神是遵从自己的吩咐的 他遵从自己的律法的 他没有违反他的律法的 他都是爱人 祝福人的 他都是没有说谎的 他都是柔和谦卑 都是遵从他所有的吩咐 所以神都遵从 因为在神的天国里面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遵从的国度 这个是神的属性 他是圣洁的 圣洁也是美丽的 天堂是美丽 为什么呢 因为天堂是 每一个都圣洁 都是遵从神 都是做神吩咐的 所以在天堂里面 都是非常的美好 很开心的 每个人都充满爱 天堂是完全的圣洁 所以遵从神是美好的 首先是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信耶稣 他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开始有一种 遵从神的心 信耶稣 犯罪就觉得很舒服 觉得很 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不能犯罪 不能犯罪 有些时候我们会 给自己这个借口 他这么不好 我要骂他 我被吸引去犯罪 让我犯罪一下 然后我再悔改了 我们有这些借口 但我们知道 这个是罪的影响 但我们知道 神是感动我们的 是神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有动力对付罪 有动力离开罪 有动力尊重神 神也给我们能力 对付罪是要能力的 神给我们能力 神给我们查验的眼光 我分辨到 我分辨到这个去 这个引诱 这个去试探 引诱我去犯罪 我跟从这个罪 就带来破坏性 所以这个 就讲出这个 破坏性了 就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去神给我的 神给我就去恩典 神给我这个能力 就去恩典 当神感动我 去尊重神 改变我 去尊重神 要给我这个聚会 去尊重人 神 尊重神 也需要聚会 怎样处理人的吵架 需要聚会 怎样无被人影响 神给我这个聚会 当我回应神的时候 我愿意尊重神 神就很喜乐 我尊重神的时候 神就很开心 他就加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能力在我身上 让我能够尊重神 而且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 耶稣就说 尊重神 就好像一个人 这样防几建造在房屋上 这个石头上 这个根基上 建造像这个石头上 盘石上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切 就存留到永远 虽然他做的工作 可能他建立这个教会 有一段时间 这个教会存在 将来 后来没有这个教会 但他所做的 这个果效 还是存留在天堂 永远存留 他所做的工作 你们以前 西风往一个地方 在第一个地方 西风都离开了 这些人都离开了 但这个西风的果效 还存留 永远跟随我们 这个是神的 非常好 他记录 我们所有为神做的 怎样尊重神 就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就在盘石上 不能摇动 而且是 如果是我们是 金银宝石的话 就是真心去尊重的 就永存在天国里面 永远的跟随我们 永远有神的赏赐 所以我们尊重神 真的很值得的 因为我们帮助老板 做工 得到什么 得到钱呢 得到帮助 但就是你做什么 多劳多得 你多劳 就多钱 少劳 少钱 但尊重神的手 你尊重一份的力量 就有一百份的果煞 一百份的赏赐 很值得的 这些都是恩典 但我们也会告诉人 怎样尊重 这个现在我不讲了 怎样处理罪 爱神 爱人 这些方面 但我讲这些各方面 都会讲到 神是神给我力量 神带领我 神陪伴我 所以我会尊重神 所以我会能够 各方面的处理 好了 侍奉神 在天国里面 我们做所有不同的工作 没有一样 能够有侍奉神的重要性 为什么呢 侍奉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拯救人的灵魂 能够建立教会 建立神的天国 是极度重要的 所有的 我们的作为 有永恒的重要性 最重要 就是这个侍奉神 三 四三 这个侍奉神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是关于神 关于神拯救人的 拯救人灵魂 改变人的生命 首先我想讲一下 关于侍奉有些 有些方面 侍奉 可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 这个是律法 我解释一下 例如 有些侍奉 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但与大使命 没有关系的 他们 其实很多 侍奉可以与大使命 有关系 就是 唱诗班 也可以是与大使命 有关系的 因为唱诗班的时候 鼓励人去进京神 鼓励人 神的话语 非常美好 但有些人唱诗班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我唱得怎么样啊 比较 我这个 西班比较 比较更好啊 所以他们 释奉的时候 都是好像 荣耀自己 我唱得怎么样啊 唱得怎么好啊 例如 换言人 换言人可以 与大使命有关的 换言的时候 可以去 让他们看到 照会里面是温暖的 有爱的 他们就会 被鼓励 来照会了 但如果换言人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感情的 换言人来了 坐在那里 这样的话 就好像没有这个目的 去荣耀神 而且是 为了天国的 为了 这个 大使命的 这个 首先我讲一讲 关于 这些 有些 事奉 另外有些 错误的事奉 是这样 有些人 但是讲 关系 没有讲 神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真是 讲人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聚会是怎么样了 一起去喝 玩啊 这个聚会 就是一起玩 一起开戏呢 但完全没有耶稣 如果他们建立 这群人在照会里面 跟从神 没有问题 但有些照会 总是活动 就好像 人参加了聚会 很多年 都没有生命改变的话 这个不是帮助人的生命 只是有些活动 聚集一群人的话 这个话 这个事奉 未必是神喜悦的 所以 所以耶稣说 到那日 必有许多人 如果说 我不是 奉 你们传道 他们传道了 但没有 见人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这样的话 这样的事奉 也是不 不许神喜悦 我首先 讲一讲这个 这个是律法 讲到错误的 反面的例子 事奉方面的 反面的例子 欢迎侍奉 神是不停侍奉 神是不停的侍奉 不停的服侍人 不停的鼓励人 这是 坚强的基督徒 他也 服侍 帮助我们 更有能力 更有喜乐 更有平安 他不停的帮助我们的 这个是 他是 服侍我们 然后我们去到天堂 是不是他就休息了 因为天堂 我们还会尽力 神的平安 喜乐 能力 这也是神在 服侍我们 他不停的 发出他的爱 他的 他的怜悯 他的祝福 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在 在天堂的时候 我们也不停 享受神的爱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所以神 是永远地 在服侍我们 在祝福我们 神喜欢 祝福人 服侍人 为什么呢 他的心态 就是祝福 所以他也差遣 我们去 服侍人 去爱人如己 去传福音 去见人的灵命 凡耶稣所吩咐的 都教训他们 遵守这个去 耶稣吩咐 我们去做的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个 恩典 不大是傻刺 不大是一杯凉水 他就傻刺 从头到尾 都是他做的 首先他改变 我们的生命 我们信的耶稣 很多人都说 信的耶稣 就很小 其他人都信耶稣 就告诉别人 这个就是神 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就有这种动力 而且他会 里面会提醒的 你向这个人 传福音啊 你走过去 跟他沟通一下 关心他 这些都是神 会给我们的意念的 或者是 你讲到的时候 怎样帮助这群人 怎样安慰他们 怎样鼓励他们 都是神在 在我们里面 推动我们 也教导我们 这个时光的时候 他会说 他会感动我们 怎样教导 怎样帮助人 讲得到 我们与神相联的时候 他就会讲 怎样帮助 怎样释奉 怎样教导 我常常都经历 这种带领的 其实我现在讲的 我两分钟之前 都没有想到 这句子来讲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 虽然我有 我的 已经 已经有的教导 但这个过程的时候 神就不停 带领我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神不会 就放你在那里 你就做工了 你做工 我现在休息一下 你做工了 你做完 我就回来 神不是这样的 神是总去陪伴 他给我们 智慧 聪明 能力 动力 而且安排人来到 配合我们的 事奉 让我们 有同工一起 而且是 被帮助人 他也安排来到 我们中间 我们就可以帮助他 就与他们一起 去祝福他们 这个都是神 预备 而且当我们做的时候 他给我们能力 也记录 我们所做的 然后放在 生命车上 记录 我们所做的 而且有 永远的赏赐 有今生的赏赐 越侍奉人 越用神的方法 侍奉神的人 他就将 更大的机会 更大的能力 更多的机会 寄给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 去祝福更多人 这是恩典 因为我们越祝福人 自己越被祝福 我们越蒙福 这个就是 越侍奉神 这个生命越提高 越被提升 所以 我们就乐于侍奉神 因为 这是神喜悦的 也是神的心态 这是祝福人 拯救人 改变人 这个我们可以参与 是非常美好的 耶稣也说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让势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显安息 因为我的恶 是容易的 我的当子 是精神的 神就会 必定与我们 同在 我们 负这个恶的时候 是耶稣的恶 不是我们的恶 神就与我们 同在 而且他会 他的力量 陪伴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 有果效 所以 他的恶 是容易 他的当子 是精神的 而且耶稣 有说的 别人 劳苦 你们受 他们的 这个 这个 劳苦 别人 撒 撒 撒 你们受个 这个 别人 撒 撒 撒的 意思就是什么了 这是神 撒 撒 神 工作 然后 我们就去 受个 受这个 我 上 这个 真是美好 因为 是神 要做的工作 神感动人 改变人 让他们遇到 不同的情况 让他们想到神 让他们想到 他们需要神 然后神就带领 然后在这 释放的时候 神就提升 而且要今生 来生的赏赐 今生就 更大的能力 更大的喜乐 更大的平安 更多人配合 也看到人改变 就有喜乐 而且有永远的赏赐 所以我们 释放神 真的是 是最蒙福 最开心 也越有能力的 感谢天父 扎敏天父 哈雷路亚 希望我们有动力 用恩典推动人 不但是 不但是 赏赐 各方面的 从头到尾 创许成终的 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就仰望他 哈雷路亚 我们下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